企鹅可说是动物界的呆萌代表之一 走行路来总是带着一股傻气 不过可爱归可爱,你对企鹅了解吗? 今天就要带大家来快速看看有关企鹅的几个冷知识 大部分人对企鹅的认知就是他们都住在南极 不过其实还是有部分企鹅是分布在其他地区的 例如分布在南美洲的麦哲伦企鹅和汉波德企鹅 甚至还有分布在赤道上的企鹅,加拉帕克斯企鹅 虽然在电影或动画作品里不时可以看到北极熊和企鹅同框 但其实北极熊驻北极,企鹅驻南极 所以两者在一般情况下是碰不到面的 现今的企鹅品种有18种 体型最大的是身高可超过120公分 体重达40公斤的皇帝企鹅 最小的则是身高只有20至30公分 体重约1公斤的小蓝企鹅 皇帝企鹅可以说是企鹅里的异类 常年都会待在南极的冰层上 也因此演化出可以适应低至零下50摄氏度的温度 和高达每小时200公里风速的环境 更有趣的是,它们如果遇上过于寒冷的细温 会聚在一起互相许暖 形成一圈又一圈的大型纹箱 而且更贴心的是,为了不让圆圈中心内的同伴过热 它们会有共识的每30到60秒就挪动位置 你有没有好奇过,企鹅为什么背后是黑色 肚皮是白色的呢? 其实这样黑白各半的燕尾服是可以让它们伪装的保护色 简单来说,如果敌人从水面往下看 会因为深海的黑暗,难以发现背部同是黑色的企鹅 相反的,敌人在深海水域往上看的话 由于企鹅的白色肚皮可以融入照耀近海面的阳光 所以敌人也比较难以发现它们 一般来说,鸟类的骨骼是中空的 不过同样是鸟类的企鹅,骨骼却是食心的 食心的骨骼让它们在水里时可以减少浮力 更利于潜入更深的水底 企鹅羽毛底部的腺体会分泌防水油脂 除了预寒之外也可以减少在水里游泳的阻力 而且企鹅也会通过挤压出羽毛内的空气 以达到在水里的加速,以及像喷射机那样冲出水面 以上这是科技新报本期所带来的企鹅冷吃食 想知道更多有关动物的冷吃食 请继续关注科技新报TechNews 请继续关注科技新报道